最近有一個拖北潮 不是從北韓跑掉的 是從雙北 那新北這四年來也減少了 四萬多的人口 就是人均所得不講 其實整個產值 創造的稅收營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會客室 我們今天邀請到一個 目前全台灣最重要 最重要級的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就是 林佳龍 林佳龍部長 來跟大家打個招呼 486還有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新北大環新 喝家龍 對啊 那部長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可不可以說我的真心話 請說 我覺得你胖了不少 那我之前可能更胖 因為我最近因為前一陣子 那個確診隔離 有吃藥 所以稍微有卸肚子 所以我媽媽一看到我好心疼 說我是變瘦了 真的是 那個部長 我第一題我想要問這個 其實我們考值完全沒有 我要突襲你 自由談 好 那你之前也當過交通部長 對不對 兩年多的一個時間 你也對這個整個交通啊 老實說 你在那個職位 你就會花很多的心思 在研究這方面嘛 所以我問你第一個問題哦 內湖的交通有沒有救 有救 真的假的 三招就救了 啊 是跟陳時中部長所說的那幾支劍嗎 其實我在之前就有 就是有關於首都的十二門客 其中一門談交通就在談內湖 其實內湖就是要做分流啦 嗯 那基本上人車路分流 然後用這個雲端 大數據的AI分析 那事實上只要有一條 我現在已經在做的捷運 就是從基隆捷運那一條 系指到東湖 嗯 所謂的系東捷運啊 那就分流了 這一條 第二個環狀線 蓋好之後也會分流 然後再來一條就是從 我們的信義松山 這個這個部分 打一條 其實到內湖 所以 基本上就不會塞在文湖線 嗯 第二個支劍 就是我們的那一個 提頂大道 那邊上高速公路啊 把 那側道的這一個就是說 壁側彎 其實 把它多打出一條 多一道線 所以就不會塞在 那個上下 那個高速公路那個地方 第三個 其實就是讓內湖啊 它的一個生活功能可以增加 不用擠在上下班時間 就是 車流 那因為內湖是那個 以前是屬於我們的 這種 就是 科技的 園區嘛 那事實上它有很多 土地使用的限制 所以只要把它做一定的鬆綁 讓它有夜生活 很多人就不需要 塞在上下班時間 然後比較遠距的 大數據去分析 到內湖的人啊 很多是可以點對點的 這一個 客運 就是用跳蛙式的 你不用每站都停 所以事實上就是 人 車 路 雲 連 網 然後分流 所以它其實 整個交通的這個工程啊 再做一點串聯 然後用管理手段 是可以很快就解決 就三支箭 你知道為什麼 我一開始要問這個問題嗎 因為雖然 我也不住在內湖 我也沒有在內湖上班 可是喔 這個內湖的塞車 讓我也非常的痛苦耶 偶爾 彈彈去上節目 對啊 偶爾真的我也是上節目 嚇到耶 對 上到五點半 就是錄影 錄到五點多 六點多出來 哇靠 叫不到車 我又不是那邊的人 也不是在那邊上班 Uber意思 Uber也叫沒有 有六八八 沒車進來 騎著那 你也不曉得應該站在哪個點 去叫計程車 所以我有一次喔 真的就是六點一直等 等到七點多 我那時候後來比較聰明 等了很久 後來我就決定 跟我同事先去吃晚上 等大家都跑光了 你知道 七點八我才出來做計程 所以我剛剛講的第三支箭 就是說 讓他的生活機能 比如說下班之後不需要 馬上回去可以在那邊吃晚餐 然後他那邊有一些休閒娛樂 所以事實上在地的員工啊 他可以分不同的上班下班時間 然後也可以回避掉上下的那個尖峰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講嘛 所謂的交通會塞 就是有一堆人然後開著車在同一個時間 然後相關的路段塞在那裡 那你的總量在那裡 你透過這一個大數據分析 就是有車流 人流 物流 金流 然後讓它分流 這個就是有一個所謂的 Total solution 然後系統性的解決方案之後 你就用工程的手段 該開的路或捷運 然後該能夠改善的這一些 比如說要提頂大道要上這個 高快速道路啊 那邊會有交織的車流 你就把那些標線耗置啊 讓它可以分流 然後也讓人啊也是活動的嘛 對 人就是可以啊 我們講所謂趨吉避凶 所以這些數字現在在 AIoT的時代 都可以你的手機啊 都可以掌握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在新竹啊 我在當交通部長 就有導入智慧交通 所以即時的攝影 然後跟所有大數據AI分析 都可以推測下個半小時 每個地方的車礦 然後就像你進入一個 我們講的連立方程式 那你加入的時候 又會什麼聯動 然後這個時候很多的這種 人車路 雲端然後去聯網 其實製造交通是人 解決交通問題也要靠人 而不是只有我們政府 是每一個用路人 然後他能夠具備 所有這樣的一種系統整合 因為他就是可以找到 最適合他的這個路線 交通工具跟時間 這樣子就 大家就不會曬在同一個地點 同一個時間 我為什麼一開始在問這個 跟這次這個新北選舉 風馬牛不相關的一個問題呢 其實我想要講出一個重點 就是你看看 我們如果選舉選錯人 你就害了 你看看像我們台北市 我就代表錢 我就從小土生土長的台北土人 然後你看這八年來 我們整個台北市的交通 也沒有什麼多一條路 也沒有多一個什麼 對不對 然後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們的柯文哲市長 然後就幾乎都在擺爛 想著他的一個總統夢 他的一個皇帝夢 然後像現在他也還沒卸任 不知道走一路路線 不知道 然後動不動就管你去死 所以各位朋友 民主是這樣子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當家做主 選出你自己的喜歡的人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如果選錯了 我們就必須承擔 那個很大的一個後果 你看就像那個新北 新北從之前朱立倫 他當了那個 那個那個縣長對不對 然後到現在侯友宜 當新北的市長 那他們當家家的 說十幾年了嘛 對不對 結果呢 你看最驚人的是什麼 我前段時間 那我去這個高雄啊 訪問那個陳其邁陳市長 然後他才當兩年 結果他創造 他真的很努力 非常的努力 他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今年你看高雄的稅收啊 2291億 僅次於台北 而且輸台北輸不多喔 很恐怖 然後你看那侯友宜 早就被他彎到超車 不知道被甩到哪裡去了 那侯友宜在幹嘛 新北還輸給桃園耶 真的假的 都很陷的啦 我是想說 真的假的 輸桃園喔 對啊對啊 就是人均所得不講啦 其實整個產值 就是創造的稅收盈 也都是輸桃園 所以這個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新北的桃園 應該是更好 到底都在幹嘛呢 所以各位朋友 這真的這麼陷的耶 像我們以前傳統印象 我們覺得要南部 還是平東 對不對 還是說台南 然後好像 感覺好像就是他的這個 什麼經濟狀況也不是很好 沒什麼就業機會 然後那當地的人 好像都給北漂來台北哪裡上班啊 沒什麼光榮感 但是我們看那個 蔡英文 那個總統執政的這個 民進黨政府 然後還有就是說 民進黨執政的這些縣市 你看看這幾年 不管是四年 還是說兩年 八年 好 雞人也是嘛 對不對 脫胎換股啊 脫胎換股 我真是知道 那看雞人 我真的很久沒有去耶 我怕我怕一下耶 蔡世音帶著我去 去到處吃吃喝喝 我真的怕到耶 以前我們印象當中 那些人 國民黨統治 對不對 又真的是髒髒臭臭的 然後 也沒什麼規劃 一蓋去 真的是讓我心裡很震撼耶 對 我們再來看 我們看我們的台北也好 我們看我們的新北也好 對不對 這幾年 然後你看 尤其最近 那個 槍擊事件 對不對 哇 這到底是哪一根螺絲 鬆掉的 其實最近有一個拖北朝 不是從北韓跑掉 是從雙北 所以 台北的人口減少到現在 只剩下246萬 是 這四年來就減少將近20萬人口 那新北 這四年來也減少了4萬多的人口 所以我是覺得雙北在空洞化 那為什麼會有拖北朝 空洞化真的 那其實關鍵就是說 第一個 在這邊生活的負擔越來越重 可是薪水沒有提高 所以從根本上來講 一個城市 它要能夠有好的發展 一定是要有產業 帶動就業的機會 我是從這邊來看 那新北 其實它最近在天下遠見雜誌的評比 六都都是掉車尾了 那為什麼 新北有400萬人口 升格12年之後 預算增加了一倍 可是為什麼都會比下去 那這裡面 過去的優勢現在變劣勢 比如說我們過去進出台北 也許在台北住 買房子買不起 我們就住在新北 那房價還可以 可是你現在 新北 這一個所謂的房價 跟你的收入的比 是12.8 也就是說一個年輕人 不吃不喝 要12年 這個八個多月 你才能夠買到一間房子 所以這個就導致很多人 因為現在交通方便 他就往桃園 那個地方 可能這個到林口歸山 或到這個集結可以到的地方 所以其實我剛剛在講說 解決台北的交通 不能從台北而已 要從首都圈 1000萬人口的移動 1000萬人裡面 每一天有600萬 是會啊 這個要通勤 或者是就學 或是購物 或觀光 那其中喔 有300萬 是成績的交通 就是說進出 這一個不同的縣市 那我剛好 我們北北吉桃 四個市長參選人 我有倡議一個叫 首都通 的交通月票 事實上現在就是把雙北的 1280一個月你付這個錢 你就可以坐捷運跟公車 可是我們如果把基隆 跟桃園納進來 然後再來呢 你那個交通的工具啊 還可以坐台鐵 還有國道客運 還有U-bike 而且呢 我們呢 讓這一個票價降 運聚增 然後區域擴大 然後1000萬人口啊 就像國際的大都會 那只要1200塊 你可以暢行無阻喔 包月的 你可以轉成街頭 對 坐到寶 所以我意思是說 要大量的推動公共運輸 這也是綠色的交通嘛 一定要啊 那以新北來講 我們像去年啊 車禍四萬三千多件 四年來增加了25% 好 那你怎麼 讓這個交通更安全 然後更便利 然後更環保 所以你剛剛的那個問題 就要首都圈的思考啦 新北市不能本位主義 所以我當交通部長的時候 幫忙新北解決很多跨 城市的問題 比如基隆捷運 從輕軌提升成中運量 然後加一條矽東捷運 就解決掉了 從矽子 南港 內湖到基隆 所有的交通問題 像那個林口交流道 它就是在新北跟桃園之間 龜山那裡 那我們也增設雜道 所以用這種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其實就是讓新北市的一種啊 其實它就是串聯台北市 基隆市跟桃園市 我們講的Baring 軸城 Baring 就是所謂的培林 那樣子捲動起來之後 首都圈了一千萬人口 從車流 人流 物流 金流 包括我們的電商 包括所有的這些人流跟物流 其實都可以暢行無阻 那其實在新北有 跟整個首都圈有兩個空港 兩個海港 有桃園國際機場跟松山機場 有台北港跟基隆港 所以海空雙港如果客貨聯運 然後讓整個首都圈 用智慧交通 導入這種綠色的交通 其實我覺得新北要有個新的國土規劃 所以我用新北大翻新 這個目的就是說 新的台北市要有大的格局 要翻轉軸線 然後新的願景 然後從新北 是大家都要進出台北篩 然後不如我們把首都圈重新規劃 然後新北就可以面向國際 帶著首都圈一千萬人口 讓這一個產業跟就業可以提高 你看侯友宜老實說 他以前那個在警察警政的這個資歷 確實是真的很完整 可是我們真的不能 不能避免的去講 你看這四年來 整個的經濟他也沒有往上 所以表示他經濟他是不行的 高通經濟也是 他也不行 對不對 然後很多的一些細節的一個治理 也不是 尤其是最掉漆的就是 我真的比較不好意思說 對 那個好友宜先生 真的比較不好意思說 你看最近 整幾天最恐怖的那個什麼 柬埔寨的那個翻辦 也是在那個新北 然後甚至關了幾十個人 然後三個人死去 屍體隨便丟 這是我們台灣嗎 這是21世紀的台灣 我覺得這實在是恐怖 這毛骨爽爛的啊 所以說到底是 他是要做什麼 他到底是要做什麼 那我相信 侯友宜先生 他也希望把事情做好 但是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這個成績單 對 然後還有這個交通的這個 這個造勢的這個問題 交通造勢 這肯定就跟治理有關 是 所以你看林大龍部長 你之前在台中 你那四年的時間 你花了很多的時間 治理出相當多的成績 對 基本上我在台中 或新北的經驗 我可以講 你要診斷一個城市 你不能治標不治本 你不能等到犯罪發生 去抓壞人 你要從上游啊 創造一個好的 人家產業投資 然後你給我工作的機會 然後你這樣子 才能夠有良性的循環 那以台中市來講 它就是縣跟市合併 那原來的原市區空洞化 中區沒落 所以我就透過大車站 然後綠川柳川的整治 然後所謂的文藝復興 因為文化協會100年 然後讓舊城區再生 然後原來的縣區山海屯 它邊緣化 就是它支援的分配 其實城鄉落差很大 我都透過花博 帶來的各種的交通水利 還有產業的建設 所以整個所謂的廣域治理 也就是城鄉的這種區域的聯合治理 就找到了解決方案 然後現在的人當然只要在這個架構下做 基本上就會收割一些層級 那你現在新北的問題就來了 新北它這個在整個首都圈 它其實最核心的角色 它可以做領頭羊 可是它一直太內向 然後當作整個台北 首都的衛星城市 甚至是台北到新竹科學園區 中間的衛星工廠 所以它沒有主體性 所以新北市 升格12年沒有升級 那我現在就是從一種所謂的創新治理 然後打破這種本位主義 然後開始我從交通部長的時候 就解決了新北 只要跟台北跟基隆跟桃園 只要跨城市的交通問題 我都幫忙解決了 我自己來做我當然知道 不是只有工程去多開一個路 或者是說蓋一條捷運 而是說你的這一種管理的手段 也不用花大錢 也能夠讓交通更好 那新北市地大人多 其實是它的競爭力 可是現在就變成塞車 然後居住正義的問題 所以整個新北 因為現在的市長他太內向 他沒有比較國際觀 然後他比較 在既有的架構下在好好做事 可是現在新北是小孩長大人 就是說他升格12年 就這樣小孩已經快要小學畢業了 你現在可能要上中學了 那怎麼樣到底要做什麼 在這個階段新北是最重要的 要轉一轉過 我就是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我在看的時候會很清楚知道 現在新北跟台北這種首都圈 最大的問題是本位主義 只要涉及到跨域治理 比如說一條河川上中下游 不同的城市都協調不好 一條捷運 比如說萬大樹林縣 到樹林中間是一期跟二期 那就很多的問題 那我自己因為跳開本位主義 我做過交通部長 所以我比較宏觀的 這種所謂的廣域治理 然後再加上數位治理 就是導入這種數位科技 帶來的交通 還有各種城市的治理 所以你會覺得基同鴨獎 是因為他的訓練 跟他的經驗 就是在既有的 好像依法行政 好像在那邊執行 實際上執行是公務員的事 一個市長是一個政務官 你要有真正宏觀 然後的這種願景跟大格局 所以為什麼叫大翻新 真的是新北需要大的翻新 要從起床他就做12年了 跟復起床 再做4年也不會有太大差別 真的 但是如果換人來做 會有新人新政新的氣象 剛剛部長講了一點 我覺得非常的貼切 因為郝友宜他已經擔任了12年了 所以他的思想行為模式習慣 已經都固定了 真的說了 以前12年就是這樣 你後面這4年 你也不用想說 有什麼很大的一個改革 一個變化 那講到這裡 那個部長我想要請教你 你真的是一個學霸 我今天看到豬尼 我怕一個 台大政治學系 那個學士 碩士 耶魯大學 非常厲害的一個學校 人文哲學的碩士 政治學的碩士 然後又政治學的 又拿了一個博士 你真的是很厲害 你怎麼這麼能讀啊 為什麼啊 你是真的對這些 非常的有興趣 我覺得 因為你都是Fox在 例如說政治啊 或者是人文啊 或者是哲學 這個都是很藝術 很怎麼講 就是這個心靈上面的 這種層次的耶 你是對這個 是真的有那麼興趣嗎 你怎麼不去念財經呢 賺錢不是很好耶 其實我是比較興趣寡 對世界很好奇 所以我喜歡博覽群書 那因為我的訓練是科學的哲學 是方法論 包括邏輯統計 所以我的這種方法論 放在研究 不管是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 其實都是通的 那所以我在研究一個東西的時候 我會做整個系統性的思考 然後看清問題的本質 然後我們去找到答案 至於說這過程要怎麼能夠 符合科學的標準 所以我事實上 我很容易舉一反三 因為我是有很宏觀的 這系統性的在看 這一個 這個學科或某一個問題 那我自己其實是問題意識清楚的人 所以我去找到了有意義的課題 然後用適合的研究方法 所以很容易就突破了 那我的興趣不只是為了學術 是說學術要能夠帶來對社會的 能夠有更好的影響 所以我才會去 就是從學者從政 那把我的所學在真正社會裡面去實現 那這個時候回來豐富啊 我的這種經驗跟理論的這種思考 所以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部長你有兄弟姐妹嗎 有啊 我姐姐跟弟弟 那你是老大耶 長子耶 對 結果你看看 你爸媽把你栽培 他的爐耶 花多少錢 對不對 拿到一個碩士還不快回來 又拿第二的 還拿補償 拿了那麼多錢 結果你回來之後 從政 我跟486講 你爸爸沒有這些 其實我是在大學裡面是很 就是University 就是說一個這種宇宙嘛 沒有範圍的這種做學問裡面 我從台大 我其實應付學術上 或是課業上的只是一部分時間 我都來自己去學我想有興趣的東西 所以我到耶魯大學 我唸了兩個碩士一個博士 其實我也是利用那個時間 我修了非常多 就像說你好像進了一個知識的殿堂 所以不管是說我們的社會科學 我連對宗教 對於法律 對於這種包括環境的議題 所以我後來在耶魯拿到博士之後 我還去聯合國工作 還去日本 然後去做這個超大型國家的 所謂綠色國民所得 所以我就是讓自己多一點時間 可以再磨練我自己 所以對我來講文憑或者是學位 只是一個過程 我不會被那個綁住 你真的有興趣耶 真的你在求學問 我感覺 這真的是很厲害 部長 前幾天好像夫人也有出來掃街 我往有瞄到這裡 對啊 他做我的分身 他有出來 他之前也有選舉的時候 他也有出來幫你去掃掃街嗎 以前也有過嗎 在台中的時候有 我們就生活在那裡 然後在選舉他就是我的分身 所以他這一次因為我確診 然後他到新北 你會發現說他在演講的時候 講我的很多的政策 好像這個非常的流暢 而且他很親切 所以他另外一種表達方式 反而引起共同 他不光親切還很漂亮 就是比較 你會覺得說很親切自然的人 我要問一個八卦問題 我不曉得這一集會不會被製作人檢定 但是我還是決定要問 大嫂是不簡單的人耶 對不對 我也是最近才發現說 嫂子 這個娘家也是很厲害 你當初怎麼追得到呢 其實宛如 他雖然是奇美食業的家族的孩子 對 他到耶魯區的時候 完全看不出來 他的穿著或他的這種互動的模式 其實都不像千金小姐 很像林家的小孩子 所以就是沒有那個價值 很容易就是很親切 事實上他的這個對人的關心 當然因為家庭的關心 他對音樂藝術 所以他也在奇美博物館 擔任副館長 整個館的建設到現在的整個展覽 那他其實是唸這個數學的 他是邏輯很強 然後 他是科學的底的 後來去也有是唸 你是哲學的 你兩個會不會吵架 不會吵架 我們兩個很喜歡分享 應該都你輸吧 其實我輸是比較多 因為我對很大的理論我會建構 但是他對於很細微的 一些感受比我強 所以某個程度 如果我們強迫對方要跟自己一樣 那一定會吵架 可是我們互相欣賞彼此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很欣賞我宏觀的 這種大的論述 那我很欣賞他為觀的 對一個事情的感受 所以我們在這個交流上面 是無所不談 分享人生的各種的體驗 其實是最大的幸福 所以這樣講起來的話 就是說你們當初就是在耶魯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互相都覺得 蠻欣賞的 因為同學會嘛 因為我們都是算到耶魯 然後台灣留學生 然後就有機會在一起 也是到後來英元集會 也不是說一開始就 就好像就是 一見鍾情也沒有 但是就越來越認識彼此之後 覺得是可以作為一個 生命上可以分享 然後在人生的經驗上 大家可以一起成長 其實我們在找伴侶的時候 最重要還是要找到一個 你可以在喜怒哀樂 這個酸甜苦辣 悲歡禮和 你都可以跟他講 其實分享是 人非常重要的需要 這個很多 很多這個政黨 真的是很不一樣 對不對 抹黑啊 摘髒啊 什麼都用那種 沙布魯的那個 手段在講 對不對 例如說 你看你之前被攻擊啊 雖然可能嫂子沒有講嘛 你兒子女兒沒有講 但他們一定心裡會覺得很難過啊 爸爸 對啊 沒有人 他真的也是為社會 為國家 他真的是很有心去做 不然你看 你看部長 你看耶魯大學的 這樣的一個那個 你出社會 你會找到一個不好的工作 或是找不好嗎 這不可能嘛 對不對 這擺明就是一個高薪的一個 一個起點在那裡啊 所以 我真的有很大的感觸 我覺得你都一些小的你知道嗎 然後 花了這樣的多的一個時間 有時候無情的抹黑啊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啊 其實人生有時候難得有歸零的機會 那我們政治是眾人知識 政治人物也是眾人 大家在看的一個對象嘛 所以我覺得 當我決定透過政治 來讓社會跟我個人的生命 更好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 就是說 那個小我啊 其實已經放到一個大我 裡面去自我實現嘛 所以我任何的言行舉止 其實我都知道 我不是一個孤立的林佳龍 我是一個社會養成的林佳龍 那我社會給我機會 我今天成為這樣子 也許一個政治人物 有一些權利跟影響力 可是當我離開的時候 我能不能留給社會 比較正向的養分 然後未來這個社會可以更好 所以我是從小就在思考生命的意義 我也寫過李登輝學 就是說他是我以前第一個 回台灣的時候的老闆 那時候他就找我去國安會 所以我們是 我是覺得有些人會思考 人生的意義 人生不如沒有辦法獨善其身 要在社會 所以我們怎麼樣透過政治嘛 對 所以在我來講 進退得失都不是說個人的名利 這些事情 那讓大家尊敬 然後我們可以帶領社會更好 那你剛剛提到的 我的很多的決定 比如說我學者從政之後 我就後來這個在台中 因為沒人去跟胡志強競選 我就十年某一見 那後來交通部長 就是說很多人也不認為說 那樣的太魯閣號事故 是我直接的原因 可是我決定要辭 因為我要讓大家看到政治人物 是有一定的這種 可以做一個典範 那你說好 我又歸零了回到民間 我也做了非常多的 這個轉型的準備 包括我過去做的事情的整理 那我又再出發 所以我覺得人生 這個都可以預期啦 我想請教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那個如果你當選 那個新北市長 那對於這個 這個叫什麼社會住宅 那你有什麼計畫 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這是抑制房價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我們新北大翻新 有上百項的政見 那我是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說 新北大翻新 居住正義很重要 所以很根本的 還是都市更新 唯老建築 所以我主張一坪換一坪 然後讓這些老舊的建築 可以翻新 可以帶來一個 建築業是一個火車頭產業 然後地震之下 我們也不會說危險 然後再來 整個都市景觀比較漂亮 讓你個人的生活空間 也比較舒適 所以我會以這一種 就是土地跟居住正義 作為最重要的政策 那你要有國土規劃 你要有這些公共運輸 你的河川流域 然後你的整個生活環境 要有一個直轄式的水準 這個是要大翻新 那最後 你剛講 除了都市更新 讓地盡其利 然後 這個貨帳其流 然後人盡其財 那其實新北市 他的條件是很好 所以社會住宅 就可以作為一些人 在進入社會工作的時候 他可以有三家三年 他呢 可以真正入到 三好一公都 地點好交通便利 建築物好 住的會熟悉 再來 這個生活機能要好 脫老脫幼 這些公共的設施跟福 然後最後租金價格 是市價的七成以下 這個我在台中推的社會住宅 我也會用在新北 所以 都市更新 然後呢 社會住宅 再加上我們城鄉 的均衡發展 讓新北 是真正可以真的 成為我們首都圈 一個領頭羊的 國際化的都市 OK 我們今天時間的關係 因為如果再聊下去 我看那個部長的幕僚 就要翻臉了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很期待下一次 對啊 也希望就是說 部長在這一次抽到也是一號 對不對 新北一定贏 這不是說給林佳龍部長機會 也是給我們新北的市民 一個未來更好的機會 今天再次謝謝林佳龍部長 來到我們的現場 謝謝他 謝謝 好 大家一起聽喔 謝謝 18歲公民權 18歲公民權 那一票很重要 黑色的天 頭也不會 我說我有所謂 離他跟你聽 不見得你回頭 我已剪斷了線